男孩将胡萝卜当作雪人的鼻子 接着用手给他做出一个大嘴巴 雪人突然有了生命 他的嘴巴里长出利尺 男孩将手套脱下 正准备将手伸进雪人嘴里时 身后突然有人叫住了他 原来小毛还嫌弃男孩堆了个雪人 挡住了他们的去路 小毛还直接打掉了雪人的头 他还嫌弃男孩的雪人太丑 雪人听见后当场就愤怒了 他一挥手将小毛还推倒在地 紧接着同伴的滑雪车冲了过来 小毛还当场领了喝饭 佛伯乐很快就赶到现场 小毛还的父亲说小男孩是凶手 可是父亲说男孩比他还矮 根本打不过小毛还 而小男孩说是雪人成精了 是他动手推了他 可是没人相信男孩说的话 小毛还的父亲还说 如果雪人会杀人 那么让他来找他试试 当晚雪人就来到了男人家里 失去儿子的男人在门外思考人生 他突然听见了诡异的声音 吓得男人拿起斧头到处寻找声源 然而他却不知道 身边的雪人成精了 雪人一把抓住斧头 将男人送去领了喝饭 随后雪人来到男人家里 将他的妻子用霓虹灯线缠住 把他做成了圣诞树 雪人怎么会成情呢 就在几天前 一辆押送死刑犯的囚车 同一辆运送特殊化学试剂的油罐车相撞 车子受损发生了爆炸 死刑犯被融化在了雪地 它的基因发生了变 从此变成了一个雪人怪 佛伯乐开始进行调查 但是他们却毫无头绪 可雪人怪又盯上了下一个目标 女孩正准备泡个热水澡 可浴缸里的热水突然全变成了雪 下一秒 一个雪人从浴缸里出现 她包裹着女孩站了起来 在女孩的尖叫声中 雪人不断撞击着墙壁 女孩尝试向外界求助 可路人以为是向她打招呼而已 随后女孩直接口吐白沫倒地身亡 事后雪人装好自己的鼻子 凶狠地说道 这天佛伯乐准备去调查疫情命案 一个雪人挡住了她的去路 她正准备拿铁锹缠走雪人时 雪人竟坐上了驾驶位 直接到车送她领了盒饭 小镇上发生的命案越来越多 佛伯乐聚集在警局商讨案情 女警发现地上有条围巾 等她捡起围巾时 一个雪人出现了 她吓得转身就跑 众人也被沉浸的雪人吓到了 他们对着雪人开枪 可是一点作用也没有 几人赶紧逃进警局反锁房门 可没想到雪人化成了血水 从门缝里进入到警局 随后又结冰化成了雪人 危急时刻 男人拿起了桌子上的吹风机 对着雪人开始吹热风 电线太短插头掉了下来 大胡子突然想到一个主意 他们用喷雾剂喷满整个房间 接着大家从窗户逃到外面 等雪人来到这个房间时 大胡子对着窗户开了一 雪人被高温直接融化成了血水 众人本以为雪人被消灭了 可没想到她再次结合变成雪人 但是她还是受伤了 随后大家趁机逃走了 他们又想到了一个主意 准备用高压炉融化她 小伙伴刚打开门 她就被人一拳打飞了出去 眼前出现的竟是一个雪人 小伙伴赶紧拿起螺丝刀 对着雪人的胸口就是几下 可是对雪人一点伤害都没有 小伙伴吓得连连后退 雪人发出一条冰锥 直接送她领了盒饭 佛伯伦们发现了雪人是凶手 为了彻底消灭她 他们散步要开舞会的消息 果然雪人就被吸引而来 只见一个雪球横冲直撞 直接冲进了屋内 可等待她的 是四只吹风机 四人压制着雪人 雪人被吹得连连后退 她的头已经融化了一半 在大家吹风机的联合之下 雪人整个身体开始融化 随后将雪人逼进了高压炉里 雪人在高压炉发出了尖叫声 随后归于平静 大家以为消灭了雪人 欢呼雀跃 可没想到的是 雪人通过蒸汽孔逃了出来 她再次变化成雪人 对周围人发起了攻击 男人想要开车逃跑 可是雪人追进了车里 没想到车里有防冻液 雪人失去的部分不能再融合 男人立即想到了办法 她让同事去购买防冻液 自己去当幼儿吸引雪人 雪人果然上当了 她追到了男人家里 就在她抓住男人准备送她上路时 男人听见楼下的喇叭声 她抱着雪人冲出了窗户 就这样雪人融化在了防冻液里 随后人们将防冻液收集起来 将它埋在了地底深处 然而在地底深处 瓶子里的液体正在沸腾的 在等待哪一天破土而出 影片到此结束 我是金乐 我们下期见